出埃及记第27章 你要用造甲木做祭坛 这坛要四方的 长两公尺两公寸 宽两公尺两公寸 高一公尺三公寸 要在祭坛的四拐角做四个角 角要与祭坛连在一起 祭坛要包上铜 要做盆用来收去祭坛上的灰 又要做铲、盘、肉叉和火顶 祭坛上的一切器具 你都要用铜来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 网的四拐角上要做四个铜环 要把网安在祭坛下面的围腰板之下 使网从下面直达到祭坛的半腰 又要为祭坛做杠 就是造甲木的杠 要包上铜 杠要穿在祭坛的环子里 抬祭坛的时候 杠就在祭坛的两边 你要用木板做祭坛 祭坛是空心的 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去做 你要做会幕的院子 在南面即向南的一面 要用碾的细麻为院子做围蔓 每边长四十四公尺 围蔓的柱子要二十根 同插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横子都是银的 北面也是一样 要有四十四公尺长的围蔓 围蔓的柱子二十根 同插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横子都是银的 院子的西面也要有围蔓 宽二十二公尺 围蔓的柱子十根 插座十个 院子的东面要有二十二公尺宽 门一面的围蔓 要六公尺六公寸 围蔓的柱子三根 插座三个 门另一面的围蔓 也要六公尺六公寸 围蔓的柱子三根 插座三个 院子的大门要有门帘 长九公尺 使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码 用刺绣的手工织成 柱子四根 插座四个 院子周围一切柱子都要用银横子相连起来 柱子上的钩子是银的 插座是铜的 院子要长四十四公尺 宽二十二公尺 高两公尺两公寸 维蔓是细码碾的 插座是铜的 会幕中为礼拜用的一切器具和钉子 以及院子里的一切钉子都是铜的 你要吩咐以色列民把打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 是为点灯用的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帽子外 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 要常在耶和华面前料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力 他们的阻挡